坦和夫这个游戏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 当你心态越崩的时候 就感觉做什么事都不顺 就是不管你穿什么 一嘎嘎一天 所以心态这个东西很重要 我联系被外挂抢了两个boss 但是我心态还是要稳住 要笑 刚一出声就被右边打了 这个点儿出声确实容易被人揍 隔着草穿了我一枪头 没事 这可是运气好 这枪头跳荡了 玩塔克布真的是锻炼我的心态了 这个人还冲过来了 绕了个大圈 先扎个针 要打架了 他应该有意识到 我可能跑到鸡头楼里边了 有脚步 他从那个厨房直接跳窗过来了 停下了 什么意思 看到一眼 传门打死 这个人就没了 还请填包 这个鸡头楼正好没刷男团 他拿这玩过暴头了 他的装备就一把7次U 还挺猛 直接去夜台 夜台黑白马楼看一眼 有只小爷先给他敲了 这个档确实挺推荐用黑地踢的 加上二发的弹夹 真的是太好用了 黑白马楼也没有 那唯一有希望只有地下了 先去地下溜一圈 去完地下以后发现也没刷 没事 微笑 有可能下巴就有了 没有 头顶上有枪声 正好从这个门出去看一眼 可能有人在打架 上来来到红砖房 听一下声音 哦 就在我们头顶上 还是一把手枪 那就直接上去打他 再逗AI 二楼看一眼 二楼没有 上三楼了 还挺能跑 只有两个楼梯 看看他从哪边下来 应该是在三楼架过了 翻个子弹 准备上去 就在头顶上 那我假装从里边绕一下吧 然后再上去 嗯 小伙子跑得挺快 又下一楼去了 还捏了颗摔炮 赶紧往里边走走 从这边下来 嗯 还有人在打我 马枪浪弹 果然是可摔炮 哎呦 这个枪 没打穿 有可能马枪了 想跑 直接给他打掉 哎呦 你给我照 打我这个人 算了 直接去陷技房吧 陷技房摸完以后 直接下一把了 一定要效率 来陷技房 先看看这边的子弹 有时候这边会刷好子弹的 就是这次没刷 看一下陷技房 抽个奖 还真全放在这儿了 这半块就没东西啊 亏了 我就赌这半块 有没有东西呢 它真没有啊 这个要是花170万买的 你这让我亏大钱了兄弟 如果正常玩的话 进气都是有容器的 可能真的是我 最近搞得心态有点崩 硬气就不太好 就这俩东西 走 带球去 所以 想要用力好 一定要爱笑 一定要心情好 心情好 心情好 爱笑 运气就不会差 我跟你说 咱们是被外挂 整得有点心态 有点崩 好像做什么都不顺 我都不顺 感谢观看